也把小七的守夜人啊 之前搞错了 因为小七现在是S2 我一直以为S1就是小七 哇 这什么东西啊 绿色的 哎呀 守夜人新的那个挂件 野人邮差律师加机球手 守夜人的话 这边是一个风窗加底牌 一波位置没排到 第一波的话开局的位置不好 这个位置邮差这一手蹲 你真别说 六可能六不动 但我蹲你这时间都没话说 因为守夜人不带挽留啊 这个打法只存在于高端局 但是高端局有一个特点 就是什么呢 失之好理差之千里 你前期开局 被这样狗个20秒30秒 就已经很难受了 再加上他还没挽留的 这把我觉得小七难了 非常非常的难 守夜人是不能接受这种开局的 他的一个天赋 其实就是要快速击倒 然后去滚雪球的 这里再配合野人的一声吼 好了 完全没有办法通过耳鸣的消失和出现 来排人的位置 那这把应该基本歇菜了 这把的话都有可能四跑了 兄弟们 这个有一说一 这局小七要是能翻盘 我到时候等他直播的时候 翻盘意思就是要多抓啊 我等他直播的时候去送一个高能预警 翻不了 好吧 这个局必然是一个多跑局 平都平不了 平我们不算啊 平他有可能 待会儿万一出现一点小问题 但是多抓一定不可能了 这个局多抓一定不可能了 这个局的一个四人开门战的面非常的大 就即便三人开门战 你说一个守夜人没有带挽留的 他怎么能多抓呢 对不对 就穷者这边怎么地 他也不可能失误到野人吃个震慑 野人吃个震慑 说实话也是三人开门战 因为密码机够了的 这边追机友手 机友手是没有大心脏的 这边第二台机子都已经开始 刘拆了第一台机子 这边的话 律师的第二台机子都休一半了 野人这边骑租过来 野人只要能卡半救下来 说实话被双倒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野人不要被震慑 吃双倒都是偏向于四人开门战的 那么野人如果说过半了 就没有卡半救下来呢 这个局小七有可能能保平 但也不至于到能争胜的一个地步 这个局要争胜的话 真的野人这边吃个震慑 然后求者再来救一个人 没救下来 被他拦住了 就两波救不下人来才行 就看这波板有没有震慑了 就机会就这一手 这一刀 没有 没有游戏结束 四人开门战敲定 有一说 我觉得手艺人跟这个绿色的 这个特效不是很浮啊 他这个皮肤带个绿色的 你说给他带一个对吧 黑气啊 这个他这个雾啊 什么的变成黑气 跟杰克那种似的 我觉得会好看一点 这绿色的 看着有点不搭 机子的话差不多要好了 这边的话是一个二挂的机球手 并且这个机球手没有大音障 确实小七这边的话 针对这个没有大音障的点呢 有机会能打出一些东西来 大家要注意 这个机球手里有两颗球 外加一个飞轮 所以说这个机球手的话 如果说队友这边 比如两个人来救 两个人救完以后扛一刀 能保进机球手 进到一个比较强势的 一个交互点 这个局面就出来了 狗咬住我 这边一波风 有吗 有 一刀 往外打 灯花 他们的机子怎么那么慢 这什么情况 怎么这两台机 这边一台 这边一台 我记得刚才那边 有一台大遗产的 野人这台机子已经修到99了 为什么律师外面又修了一台 等会 你干不干啥 野人上租 但是这个野人留不住啊 律师点们野人是留不住的 你怎么可能现在传吧 那边门点开了 门点开了 这野人拦不住啊 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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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刀没用啊 这能平已经不容易了 但求人者这边的话 他们在那个最后一台机的处理上面是出了一些问题啊